同时要继续关心的是华航跟诺富特饭店的群聚事件 让许多民众担心台湾防疫是不是破功了 今天虽然没有再新增相关的确诊者 但是却有一名自称是诺富特饭店的员工 向媒体来爆料 爆料的内容就是说 饭店有防疫漏洞 穿着雨衣就去送餐 而且房间没有消毒 就接待了下一组的旅客 质疑这样会成为防疫的漏洞 针对这样的一个爆料的内容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就说了 这些内部的问题的确很难掌握 但绝对会要求又再加强训练 避免再发生 另外指挥中心也演你了 未来确诊者的往前 匡列接触者的日期 要从两天拉长成为三天 诺富特饭店群聚感染 虽然没有再新增确诊者 但是现在却有员工爆料 饭店有时候在房客离开后 根本来不及消毒 就让下一位房客入住 甚至送餐人员还只穿雨衣 质疑可能会成为防疫漏洞 更担心之后得冒着风险恢复上班 感染科医生也说新冠病毒 透过接触传染机会很高 没有消毒的确有风险 但穿雨衣送餐 如果有正常抛弃 的确没有太大问题 如果是穿雨衣送餐的话 可能也会有同样的防护效果 不过就是要注意说 你那个雨衣必须要测出的处理 彻底的消毒才能够再度使用 要不然的话就它就要变成像抛弃室一样 雨衣用一次就抛弃掉 房间没有来得及消毒 就让下一波的旅客住进来的话 是有传染疾病的风险 我们对于那个旅馆环间的消毒 有一定的规定 你一定要静置一段时间以后 才开始打扫 而且进去的人必须要 穿戴一个完整的一个防护装备 另外先前确诊的案一一五三 因为当初判定 他的发病日是五月一号 所以往前推两天可传染期 狂烈接触者只有矿到四月二十九号 但是八号确诊的案一一八三是在四月二十八号 晚上十一点和案一一五三待在模拟机里 距离被狂烈时间只差了一个小时 但一开始却只被列为自我健康监测 没有被列居家隔离 造成防疫破口 指挥中心也将研议要拉长 匡列时间到三天 就怕又漏匡列个案 让病毒进入社区 指挥中心不断检讨调整防疫策略 就是要严守疫情不再继续扩大 华视社员王欣怡戴荣贤 台北报道